梅比乌斯,想找到你还真不容易。 大姐姐,是你一直在躲着我才对吧? 不敢靠近我,却又在到处打听我的事? 大姐姐,你不觉得,这就像是暗恋一样吗? 你其实可以不用这样的,那些有趣的事... 我可是一直都在等着你来陪我一起呢。 我们之间的交流就不能稍微正常一点吗? 我是为了正事才来找你的。 真烦人。 爱丽西亚到底是怎么做到的? 难道是我模仿得不够像吗? 你竟然还会模仿自己讨厌的人。 当然了,谁让人们都总是对我怀着一些不必要的戒心呢? 如果模仿他能给我的实验带来一些帮助的话,那我当然不介意去尝试一下。 岁月有点不舒服就是了。 不过嘛,看起来对你好像也没什么用。 算了。 好,小白鼠,那就让我们来谈谈你所谓的正事吧。 你应该也知道,对我来说,所谓的正事就只有一件。 那就是让你躺在实验室里的手术台上,让我好好研究一下。 …… 一个活生生的绿者,他的身体究竟有什么不同之处? …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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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吧,我就知道你会和以前一样拒绝,所以你到底为什么还要来浪费时间? 你刚才说什么? 我同意了,梅比乌斯。这就是我所说的...正事。 我来到往事乐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 如果它能向我展现的区域仅止于此,那么我应该已经到达过终点不知道多少次了。 我应该也接受它的资格了。 谢谢你,梅比较大后就行了。 梅比较多,梅比较高。 梅比较高的,梅比较高的,梅比较高的。 你也叫梅比较高的,梅比较高的。 梅比较高的女孩,她拒绝她了。 律者,你不是说过...那不是你想要的东西吗? 没错,但我已经准备离开了。 埋藏云乐土中的信息实在是太过破碎了。 在这里寻找我想要的答案,或许从一开始就是徒劳。 而在离开之前,我想,至少我还应该亲眼去见证一下往事乐土存在的意义。 哦,这真的是你内心的想法吗,律者? 你当然可以认为这是一个谎言,没笔无私。 但在没有证据可以反驳我的情况下,它就是唯一的真相。 呵呵,学会拿我的话来教育我了呢,小白鼠。 好吧,那就让我暂且先把它当作是真相好了,反正被我来说得无所谓。 不过,你真的考虑清楚了吗? 对于其他人来说,那份馈赠是解开禁止的手段,但这种事,从来没有律者经历过。 也就是说,这是一场从未有过的实验。 会发生什么事,就连我也无法保证。 所以呢,没笔无私。 已知的结果对我们来说都没什么价值,不是吗? 哈哈哈,你真是越来越讨我喜欢了呢,可爱的小白鼠。 那就如你所愿好了。 我这就去实验室准备一下,为了让它能和一位律者相配,可能要多花上一些时间呢。 而且,为了让记忆体回到最完美的状态,我也不得不幸暂时收回自己所有的特应了。 也就是说,在抵达我的实验室之前,你不会再见到我了,要好好忍耐一下哦。 这可能会有点难,但我可以向你保证,忍耐绝对是值得的。 因为在一切结束的时候,我一定会让你重获新生。